在检察官的调查之外呢 也许对民众来讲更好奇的是 这名妇人何许人也竟然能够影响到 市长亲自出面去帮她关说 而且议员也到了 那么根据了解这名妇人 五十多岁姓廖 她是基隆重要的选举装脚调咖 那么过去呢 虽然参选市长没有选上 不过呢 在社区邻里之间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这一次呢 酒醉她对女警动粗 最后呢 议员市长联合来帮她关说 让她全身而退 这点让基层的远警 士气大错极度不满 但是敢怒不敢圆 而被打挨打的这名女警 也疑似被下了封口令 面对镜头 王姓女警不说就是不说 比较前一天的态度 显得低调许多 明明是好意 要一次喝了酒的料性 故人不要开车 以免发生危险 没想到却引来对方 一阵乱打 想到自己认真执情却挨打 王姓女警觉得很无奈 更让她意外的事 都把人带到派出所了 市长和议员竟然会登门 关说施压 这名妇人到底是谁 基隆市议员沈亿传 手机关机不愿对外回应 实际来到料性妇人 居住的基隆安乐里 这里由三个社区组成 每个社区都有数百户的住户 料性妇人已经经营地方 将近二十年 算是地方重要的选举庄角 还曾经出马竞选里长 邻居说料性妇人 没选上里长之后 就变得愤世嫉俗 常与人起冲突 没有想到这次 竟然动手殴打女警 闯了祸 还有市长护航过关 看在一般民众眼里 恐怕很难服气 中文新闻中文报道 经济疲弱不振 那么各界呼吁财经内阁 应该要大洗牌 不过根据党政高层